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 我的答案是爱情或是面包它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选择你 安美卫视讲了三位女性在疫情期间遇到的一些感情啊事业啊这些的问题 她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 三个女孩就会经历一些事情让自己成长 然后也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是我发小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你是我邻居我该知道的我不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那行吧你们俩玩吧我去找欢心了 刘靖在很多时候认真起来的时候会散发出她独特的一个魅力 她也很清楚自己要去做什么 她让宋超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吧 我在直播间做菜呢是为了兴趣 不是为了收礼物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宋超就是暖男 但是他自己不够独立的那种男生 山慕是比较有责任心 然后当得有担当的一个人 刚才在医院 我看到他在床上做成一团 真的不是一个好爸爸 他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很温暖 有家的感觉 放心吧 不管你未来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我在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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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我妈在 老婆 我在你 老婆 就是一个从自己有公主病 但是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公主命的那么一个过程 结婚登记 好啊 玛珍宇 你是打算今天在这儿跟我离婚 然后立刻跟他在这儿结婚 是吗 不要跟你想那样 我只是想一天办两个事 仅此啊 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良心哪儿去了 人最宝贵的情感就是真诚 这个很难做到 张婷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很少说 但是大部分去做 低血糖对 对身体不好 嗯 嗯 嗯 再见 放心 我喜欢你 啊 啊 没啦 啊 张婷是他的一个选择 觉得适合自己的那一个 他个性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艺术品 甜的 下午的视频会议改到两点钟了 然后PPT发给Amy 穿上活动跟我 知道了 夏总 夏孟的话能力很强 也非常强势 但是对情感呢 不知道怎么去打理 我在公司要跟领导周旋 要跟客户周旋 我回到家 我就是一点分寸都不想把握 夏孟太早就跟王继冲在一起了 他们可能友情和亲情的成分应该大过于爱情 王继冲 给我倒杯水 自己倒吧 我觉得王继冲呢 代表了社会中部分的男人 他们对情感 对生活其实比较平庸 王继冲 你不能为了男人那样的 不能为了女人那样的 在家又不做饭又打扫卫生的 还是你最近又胖怎么知道啊 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很长时间的恋爱之后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 所以夏孟就觉得说他应该要重新感受一下爱情 新鲜感我觉得是打败很多长时间感情的最大的敌人 陆冰 我是自己的教练 你好 陆冰是让夏孟觉得喜欢他喜欢的最纯粹的一个男生吧 在跟陆冰在一起说他是很轻松的 夏孟可以不需要在陆冰面前表现自己各种优势 他就能被喜欢 这部戏不仅只是一个关剧体验 我相信所有人看到了都会有自己的影子吧 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东西 或者之前你经历过 我觉得这个戏能给许多人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吧 比较真实地把我们的生活 然后把这当中的女性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 也给陆冰人带来一些证明的激励 女孩子们你们应该相信你自己 女人下定决心的那一天 就是她最美的一天 谢谢大家 哦 啊 嘛 嘛 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